第八場三班千二米跑短途賽事 首先和大家講一下這個不是預測跑法 用另一個方法來量度馬 不要太悶了,每條片都是這樣說 這場馬我覺得框架 團結精神 華德士 歷奇先鋒 和這隻 和這隻噴火龍 英知又不是不好 英知有衰就當衰 很難跑,這些馬一定要有好形勢才跑得好 華德士的磅比較重 也是有少少少挑剔 而炭火龍上班,霍瑞士有沒有打一答 也是一個問號 所以團結精神和歷奇先鋒這兩隻 似乎是沒甚麼挑剔的馬 因為團結精神上場贏奔雷 而歷奇先鋒的重快贏陸勇士 勞動士好像再出都贏馬 如果沒有記錯還是重快贏馬 但公民零點也好 這場馬預測 加州多寶應該放重磅 擺前 團結精神拍著第二疊 看看他會不會直走 英知又如果賣到來二疊就好 不好的理想就是這個位置 看看他能否賣到來 潘頓我相信他能賣到來 但我擔心他會後一格 美英陽飛 夏禮賢 這隻馬有機會可以坐到博士 但坐不到的話都不緊要 即是他都會追一段的馬 利奇先鋒三檔好跑 他可以守著六七位 直路再拿位 私跑道應該可以拿到位 所以這場賽事 我自己覺得 即是單Q出發就利奇先鋒 這馬其實在重快贏一場之後 其實有些換言一身的感覺 另外就是一隻團結精神 屎卓鋒 有點怕騎師 但都不理了 今晚應該挺熱騎 冷門推薦一隻多紅利 其實他上一季有一場馬 跑田草千二 偉達那場 追著勁進天驕 和團結精神做得不錯 我們看看賽事裏面 就位頭 頭兩名 前置後面英雄大師傳奇的後勁很好 而多紅利 其實衝贏登膽精英 和驚驚千里畫得嘗的馬 所以今場馬 即是這隻 這樣的多紅利 跑這個千二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其實這隻馬質素應該挺高 大摩這些馬自己的 所以這隻冷門二、三十倍 一定要拖著 所以這場賽事 力氣先鋒 團結精神 和多紅利